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亲情的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在人与人的人际关系之中 我们有时候会提醒自己 对别人要多一点包容 多一点温柔 但是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 我对自己够温柔吗 常常我们都把温柔给了别人而忘记了自己 您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的是梁静如所演唱的温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明明是想靠近 却孤单的黎明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 我的心 那爱情的气力 总是在孤单里 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 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 不知不觉 不情不愿 又倒向则空 我没有哭也没有笑 因为这是梦 没有欲照 没有理由 你真的有说过 如果有 就让你自由 最近我在跟我们家的印尼妹妹聊天 然后她就跟我说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然后她就问我说 你有去过你觉得比台湾更方便的地方吗 其实那时候呢 马上就有两个地方浮上我的心头 当然都是因为我去过的地方不是很多啦 就亚洲来讲的话 我觉得香港其实也蛮方便的 可是对于香港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会觉得香港固然很方便 可是在香港如果你想要方便 你就不方便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想找一个公用的厕所 方便一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不是那么的方便 所以有人就对这一点很在意 那也有人会说那个日本很方便 所以我也会觉得说日本挺方便的啊 那日本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也是没有错的 那它大概三部呢 就会有一个小的超商 五部呢就会有一间大的超商 所以呢 每一次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呢 就会一路这样子买买买买买买 就是每一个超商都进去逛一逛 可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日本想要找地方丢垃圾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尤其呢就是对于 我们那种爱吃东西的人 我说要走一走吃一吃 手上就会有一堆垃圾嘛 那到底要怎么办处理才好呢 那我看到有一位这个 旅居在新加坡的一位作家 他叫毕明娟 他特别讲到 他说对于新加坡人来讲 他们觉得最方便的事情 就是到处都可以丢垃圾 不是丢在地上哦 丢在地上可不得了了 要罚款的 他说呀三部一个小的垃圾桶 五部一个大的垃圾桶 这就是新加坡被誉为 亚洲最干净的城市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因为你随时都可以 把手边的垃圾丢掉 而不会有机会让它落在地上 可是当然了 新加坡的干净呢 可不是一天造成的 在1968年的时候啊 前总理李光耀呢 推动了保持新加坡干净 这样的一个运动 这个运动感觉还蛮可爱的 那因为为什么特别要推啊 因为新加坡实际身处热带嘛 就很热 如果你去过新加坡旅行 你就会发现 假设没有积极地去清运垃圾的话 其实是会滋生蚊虫 而造成细菌跟病毒的 不像一些高纬度的城市啊 如果说比较凉爽 然后又比较干燥 那么就算你几天不到垃圾 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不会出现什么令人难受的意味啊 保持新加坡干净运动呢 和政府的许多大型的政策 都是绑在一起的 比方说他们就把一些流动摊贩 通通搬到了熟食中心 所以你去新加坡旅行的时候呢 你问夜市 别人会告诉你 熟食中心 那因为比较好集中管理嘛 还有呢 把原本住在牧棚区的市民迁徙 把他们迁徙到了组屋里面 废水处理厂和污水道的建设 公共卫生法律的制定等等 另外呢 还有一些比较小型的活动配套 比方说 会在社区 学校 还有企业之间举办清洁比赛 或者是呢 教育的单位 会办一些卫生教育的讲座 还有植树计划等等 目标呢很明确 就是要让新加坡成为 东南亚最美丽 与最干净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次去新加坡旅行的时候 会有感觉到 新加坡好像走进了一个 大花园的那种感觉 保持新加坡干净 初期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猜猜看 当然是罚款 他用财嘛 你要处罚 尤其是要罚钱这件事情 那一定很有效的 丢垃圾丢烟地 或者是上完公厕 不冲水 统统都会被罚款的 虽然不一定会让人产生功德心 但是至少可以让你养成好习惯 也许你不是有心要去做 但是你就是习惯成自然嘛 对不对 后来呢 国家越来越富裕啦 国际移工也越来越多了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像就是全部都是新加坡人 比较自律啊 这时候呢 政府就必须要雇佣大批的环卫工人 就是环境卫生的工人来打扫环境 新加坡光是通过注册的正式清洁员的数量 就是台北市的十倍上 达到将近六万人 这么多的人在维持一个城市的清洁 那怪不得他会很清洁咯 这还不包括那些独立的清洁工哦 根据媒体的报道啊 每年政府花在公共清洁的成本 大约是八千七百万美金 在节省成本与提供大量工作机会的拉扯之间啊 这可能是加坡干净之外啊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花费呢 其实也真是不少啊 那关于到底在日本会不会有丢垃圾不太方便 或是上厕所不太方便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连线了我的好朋友也是 老朋友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目前旅居日本的畅销书作家 他的最新作品是不在一起不行吗 长篇小说 那就是张伟忠 伟忠在你还没有正式上线以前 他现在这样算什么 就是假上线 假上线 为上线 那你先来说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在日本居住会有垃圾 没办法丢不方便 或是找不到公厕的问题呢 找不到公厕是没有问题 因为其实所有的便利商店都有厕所 都可以借用 但是确实丢垃圾是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困难哦 对 因为前阵子他们才取消所有地铁里头的垃圾桶 原因是 他们没有钱想要维持清洁 就像你刚刚说 要维持这个打扫 其实要一年花很多钱 对不对 对 那所以他们为了要节 这个节省 节省成本 对 节省成本 所以呢 就把这个预算给删掉了 那最简单的就是 不设置垃圾桶 那就没有人 需要去打扫 有道理 就像香港地铁 地铁哦 我说的是地铁哦 香港地铁没有洗手间 对 对啊 其实很多欧洲也是没有啊 只有火车里面才会有 火车站才会有 为什么 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为了要 节省成本 因为你没有洗手间 我就不需要找人来打扫洗手间啊 对 但欧美的话好像是 会怕有这个恐怖 放炸弹 对 也是有道理 对 所以我刚刚听到你说 日本的很多这个地铁站 都已经没有垃圾桶了 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难道是因为奥运期间 怕被放置炸弹吗 就原来还有另外一个 那当然是有这样子的说法 但是实际上就是 它为了要节省成本 但是我不知道说 你说你说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住在这边这么久 到底日本人 也是很有没有公德性的呢 不太有公德性的人 日本人是不是有时候 就是喝醉酒了 半夜回家的路上 会就随便尿尿 哦 那个是可以另开一个话题 但是我们先说这个 丢垃圾 你看他没有这垃圾桶 对不对 对啊 当然想说他就把垃圾桶带回 垃圾你要自己 带回家 不是你去一下厕所 你就知道了 全部丢在厕所 很多人 对 他们就把垃圾 直接丢在厕所里头 哦 而且不是厕所里头的垃圾桶哦 随便乱丢 对 像比如说 男生那个小便的地方 它上面会有一个高台嘛 有没有 那会让你放包包的 很多东西垃圾掉在那边 然后还有每一个小厕所间里头 也会有那种平台可以放东西 对不对 我甚至看过有人就是丢便当盒 真的太离谱了 中午的时候 我想说 他是在厕所里头吃便当 他应该是吃完便当 拿到厕所去放 这样子 然后不想戴在身上 就是因为外面没有垃圾桶 所以你看 其实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友好的国民 但是其实住久了 你还发现 就是还是有很多不守规矩的人 没错 原来他们的洗手间 最能够看到日本的另一面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福山雅之所演唱的东京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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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做点事不行 我说你要换日币 他说不是 我要上网去买日本的东西 你有没有要一起买 我觉得日币贬值这件事 当然对日本来讲是不好的 可是对台湾人来讲 真的是普天同情 大家都挺开心的 就是能换日币就换日币 不能换日币就在网路上面买东西 觉得哇 好我们现在还是要先来谈一个 就是最近发生的比较 应该说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情 哇时间过得挺快的 就是他是上个礼拜五 就是上个礼拜的今天 对 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遭到了近距离的枪击 也震惊了全世界 这个对于台湾的影响跟冲击 是挺大的 然后我们才发现 哇原来好多台湾人 这么喜欢安倍晋三 然后也发现安倍晋三 也确实在他在任期间 或卸任的时候 对台湾的态度都是相当友善的 虽然我们不太了解他这么做事 他真的就是喜欢台湾呢 还是说 其实他有他自己的一些 这个政策上面的考量 但是确实好像安倍跟台湾 是一个相当友好的关系 来谈谈这件事情吧 那一天就是上个礼拜五 初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的 你在做什么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那时候是在电脑前工作 然后就手机突然间收到这个简讯快报 然后就说这个 前手相安倍晋三 遭到枪击 是 然后呢 想说 哇 这真的是 很久没有碰到这么严重的大事情 对啊 真的耶 对 而且其实就是一个 他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 然后居然会遭受到枪击 而且其实事实上 枪击这件事情在日本 真的是微乎其微的 因为日本对于枪支的管制 枪支的管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对啊 真的 所以其实在过去很多的这种 公共伤害事件啊 其实基本上啊 包括这个社会案件 都很少会有枪杀 就有时候那种无差别 杀人也都是用刀 或者用别的东西去杀人 对 所以其实你很少会有听到 什么拿枪杀人的这种事情 对 所以其实后来看到这个新闻 就像说 哇 居然就是会社会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是拿枪 对 很震惊 对不对 嗯 对 我那时候看电视荧幕的时候 呃 他其实影像还没有出来 只是看到那个凶手用的枪的时候 我看到他是用那种黑色胶带 绑了一个自制的枪械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感觉说 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怎么会用一个 这么粗糙的枪炮 去打一个那么重要的人 而且还把他给打死了 我就整个感觉说 好荒谬 你们当时不觉得很荒谬吗 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荒谬啦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其实那个枪支是自制的 他就是看YouTube上面怎么去做枪 然后材料就在网络上买 啊 然后呢 他就是这样子自己也试做了好几次 然后呢 也有失败的过程 然后最后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枪 那那个枪因为他看起来实在太不像枪了 对啊 所以他带到现场 也没有人会去注意他拿的是枪 嗯 这种事情 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其实 当然就是说台湾的反应就是对于安倍晋三 因为安倍晋三算是日本政治史上呢 最算是公开挺台的这个前线 正在很前线的这个政治人物嘛 所以台湾人对于安倍晋三的这种焦点 当然都放在就是日本跟台湾的关系啊 安倍晋三对于台湾的友好 那在日本的部分呢 其实这整件事情啊 从事发当天一直到现在 我的感受包括我周围的日本朋友 其实对于就是说 安倍晋三被枪杀这件事情 当然是非常震惊 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更放在的一个焦点 就刚开始的前几天是 他们所以为的自己的和平的社会跟国家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日本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过去日本人都以为 就是说枪杀这件事情 只会在美国发生啊 然后没想到居然是发生在日本了 所以大家一开始的前几天的焦点啊 与其说是就是安倍晋三意外身亡 这件事情不如说是 他们更震惊的是 居然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 就有拿枪可以去打死另外一个人 而且是政治人物 然后第二件事情 在第二线再去思考的事情是 为什么可以这么容易就可以枪杀 是不是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大家就在检讨 就看那个测拍的影片 就会发现说 这些维安人员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就是他们去比较啊 去仔细的核对 世界上各个国家 包括他们把这个 他们的最微妙关系的韩国啊 之前这个普警惠在公开演讲的时候 也曾经有人要想要暗杀他 当时的这个维安人员的反应是怎么样 全部所有人立刻就是围上去包围起普警惠来 然后每个人手上都有公式包 其实就是防弹的那个设备 全部所有的维安人员就把公式包打开来 然后就是架持了一个360度的防弹围墙 感觉很炫耶 对那个画面真的蛮炫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找一下 我等一下去YouTube看一下 对但相较于就是安倍晋三的状况 就会发现这些维安人员 他们真的是过去没有处理这种 日本这种枪杀的 或者是暗杀这种重要人物的经验 所以居然没有人会去顾到安倍晋三的状况 而是所有人都去追那个歹徒 追那个犯人 对 但是其实我们仔细看那个影片 在开第一枪的时候 安倍晋三还没有倒下 对 所以在第一枪的时候 就应该要有维安人员围住安倍晋三 对 安倍晋三真正倒下是在第二枪 第二枪 对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可以避免的 嗯嗯嗯 没错 所以就是很多人 我听到一些朋友在讲说 他身边的这些维安人员是在打瞌睡吗 那为什么好像感觉他们好松哦 好松散 他们真的是没有经验 觉得不可能发生 对啊 没错没错 好 那目前就是呃 因为就是安倍晋三被枪杀之后呢 就进行了日本相当重要的一个选举嘛 对不对 是 对 那这个选举的结果是真的呃 让我们感受到安倍晋三的呃 预刺 其实是绝对影响了这个结果嘛 选举的结果嘛 还是说就算他不预刺这个结果也太多 其实这个结果可能原来并不会差太多 但是因为安倍晋三的事件发生 其实就有催化的功能哦 那本来其实现在执政的这个他们是一个执政联盟 是有两个党一起联合执政的自民党跟公民党 本来就已经算是占占的蛮多数的席次在这个参议院当中哦 但是因为这个枪杀事件其实就等于算是更激起的这个同情票啦 就是说可能大家就会更去愿意去投票 所以就是自民跟公民党他们两个党所获得的票数 其实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多 可以算是呃 这次算是一个压倒性的胜利 嗯 但是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前首相嘛 那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他就已经是一个前首相了 就其实实际上他虽然可能还有一些影响力 但是对于未来他对于日本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 可是你觉得是这样吗 还是说其实他虽然已经是一个前首相了 但是他的影响力其实还是很大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其实他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嗯 对因为他日本其实政治是讲究一个派系哦 所以就是这个政治世家还有派系 他们在这个政治的领域当中 其实拥有一整派的人马 就是等于算是拥护的他的他的人 他的他的派系啦 可以这么说 所以即使他不在那个位置上面呢 其他人还是拥护他的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安倍晋三虽然退到后面 但现在这个首相岸田 岸田这个岸田首相他的政策基本上 他之前都还是会听安倍晋三的路线在走 对对对 而且他的派系 对他的派系后面的人也都很强势 嗯 了解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 说不定如果安倍没有走 说不定他之后七十岁以后 他还会再卷土重来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不太不太可能 因为他身体不太好 哦 OK 好的好的 你知道我们很少在我们节目里面 这样子跟来宾对谈谈 跟政治有关的话题 我还一直不停地调整我的坐姿和手势 虽然没有人看见 自己幻想 要很严肃吗 就是自己幻想 那个赵涛康先生在主持节目 是什么样 你觉得自己在上新闻性节目 对啊 好我们待会再继续聊 我和你都在寻找 一种安稳的姿态 从此可以停下来 不再遗落在人海 可惜我们一路上 都在意识过往 直到心都空荡 这是一座事物的阵纳 充满着灵的希望 我和你还在寻找 所谓安稳的姿态 希望有一天不再遗落人海 我的心交给你 你的心交给我 我们的灵纳 让彼此包裹 在这失落的船里 不孤单 也许我们都一样 随不总是同方向 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是 陈慧婷所演唱的 《失误之城》 然后您所回到的是 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邀请到的是 目前人在日本的文化观察家 也是畅销书作家张维忠 今天为中来跟我们聊 一开始我们就是要来谈一下 上个礼拜五所发生的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遭到刺杀的这个事件 我记得我那天回到家里面 金魂覆定 回到家的时候 我们家的一名妹妹 就立刻冲过来跟我说 你知道吗 那个日本的以前的那个首相 被杀死了 然后我就很震惊 我想说 为什么这件事情 她的反应会这么激动 她跟我说 她看印尼的新闻 印尼人啊 全国都感到非常的悲伤 她说那个安倍晋三 跟他们现在印尼的总统 还是总理 关系非常的好 她说关系非常的好 所以她说 他们那个总统还是总理 我忘了他是总统还是总理 反正就很难过 所以呢 他们大家都觉得很难过 你知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突然有个想法 就是原来其实安倍 不只是对台湾很友好 你看她那句话 说的多么的铿锵有力 然后多么的入心 我们那句话就叫做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对吗 我可能也说过 印尼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所以叫做 她其实是一直不停的 很努力的 我觉得她是有计划性的 在建立 让日本能够成为 除了中国之外 在亚洲的另外一个非常不可小觑的 足以跟中国抗衡的政治 或是经济上面的另外一个国家 她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 对不对 对对对 当然跟她的政治背景很有关系 因为她父亲其实也是政治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世家 政治世家 真的对 所以其实她的生长背景 其实也让她看到日本从战败之后 一直到现在的状况 国际间的情势 还有就是面对中国跟韩国的压力 那其实安倍晋三在生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 但这个主张也是她在日本国内为人所非议的 变成是很两极化的反应的一个政策 就是她希望 像刚刚老师说的就是 其实讲穿的就是她希望日本国家正常化 那什么叫日本国家正常化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二次大战之后 其实日本是不能够拥有自己的军队的 对 所以他们只能有自卫队 所谓自卫队就是别人打你的时候 你出于自卫你才可以反击 那所以你就是没有主动可以去攻击别人的权利 那可是因为二次大战结束了这么久了 那新的一代 尤其现在的小朋友 日本小朋友 他们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老一辈的人 他们的阿公阿嬷那个时代的人 所住下的错要 他们一辈子都要这样承担呢 为什么日本不能跟其他国家一样 又有一个正常化的军队呢 所以安倍晋三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主张就是他希望可以修改这个宪法第九条 OK 所谓宪法第九条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们希望可以让这个军队有主控 主动出击的权利 所以他才会讲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嘛 那因为如果他没办法主动出击的话 台湾如果被攻击了 他也不奈何 他不能出兵的 或者是他连跟日美国一起联合作战的权利都没有 OK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他非常尴尬 因为他等于现在在日本国内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特别是老一派的人经历过战争的 或者是中生代的人 他们知道战争的可怕 他们会很担心当初的日本 其实就是因为无法控制国家的这个权力 所以才走向了军事化的毁灭的结果 那他们很担心这个法一修改了之后 日本会不会有一天又招来了战争 就是再度陷入这样子的厄运 对 所以其实主张和平的人 他们其实是还蛮不赞同安倍的这个政策的 对那所以就 我觉得安倍晋三说起来还真是蛮厉害的 就是你看他已经走了 但走了以后呢 这一个礼拜在日本国内所引起的话题 甚至像老师刚刚说的 在国际间引起他追到的这个声音不断 那在日本国内引起的话题也是不断 不断的有新的话题跑出来 就一个人已经死了 他还可以创造出更多新的话题 这个话题是大家无法解决的 比方说这两天突然间 日本政府决定要帮安倍晋三进行国葬 你知道国葬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是 我们台湾也有国葬对不对 对 就是之前的元首过世 我们台湾我们也查了一下 小崔也查了一下 台湾的国葬除了政治人物之外 有两个有两个人 他不是政治人物 一个是艺人 老师你知道是谁吗 艺人吗 对 邓丽君 yes 我猜对 邓丽君曾经是国葬 真的 邓丽君 因为他以前活着的时候 做了很多爱国的事情 对 那另外一个也是国葬 他不是艺人 也不是政治人物 他甚至不是个人 哎呦 对 他是个动物 他是个动物 什么动物 你真的不知道吗 动物园里头 曾经很有名 凌旺爷爷 对 凌旺爷爷是有军功的 开什么玩笑 你太棒了 是不是 凌旺爷爷曾经国葬 所以国葬你看 你只要听到 很稀奇的 很珍贵的 很珍贵的 所以在日本呢 国葬呢 二次大战以前 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重要人物是有国葬的 可是二次大战之后 除了昭和天王之外 只有一个首相曾经是有国葬过 所以再也没有例子了 所以其实大家 他提出他帮安倍晋商国葬的时候 其实就引起了一些讨论 因为像我刚刚说的 很多人会认为 他们并不觉得安倍晋商 在国内 日本国内的政策 有这么这么的伟大 一方面像是我刚刚说的 他们所提出的 这个安倍晋商的什么经济学 但是其实到底对于 日本国内经济振兴了多少呢 有人存疑 然后第二个是安倍晋商 其实最受争议的 这个部分是台湾人比较不在乎的 所以台湾人 其实不太会知道说 安倍晋商其实在日本国内 有一些争议性的话题 就是其实安倍晋商跟他老婆 曾经因为一个叫做生有学员案 生有学员案 简单来说就是 这是他娘家的产业 就是他等于算是 利用这个国家的权利 然后来用压低一个价钱 去建卖国家土地 就有人说他是拿了金钱回口 然后之后又要会计 政府部门人去做假账 曾经还有做假账的官员 因为畏罪 然后就等于是上吊自杀 所以其实闹得很大的 所以大部分在日本国内 其实就有另外一派人 是不太支持他 所以你看国账这件事情 在这两天就引起很大的谎题 对而且就是因为国账的关系 所以安倍之前那些也许不是那么名誉的事件 才会再被挖出来 对不对 你想啊 如果没有这个提议 没有人提议要用国账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声浪 我们现在听到大部分的声浪 都还是就算对他不是那么的 百分之百的认同 但是也都还是尊重 就是觉得他确实是有一些贡献 这样子 可是因为国账的这个提议 所以才会有人说不适合 然后就要说为什么不适合 所以提出了这些原因 对对对对 好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来聊一下 就说除了日币啊 一直在贬值之外呢 就是经过了像之前的奥运啊 然后又经过了新冠 经过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 对于日本的国内的经济的冲击 是否很大呢 当然我们现在都发现说 全球各地都有物价上涨的问题 每个国家的涨幅 不同人民的痛苦指数 也就不一样 我当然认真地看了一下 像我们台湾目前虽然也有一些涨幅 但都还算是有 微量的涨幅 就大家还没有那么明显的痛苦 那我总在日本不知道 是否已经感受到了这个 蛮明显的物价的涨幅 是否感受到身边的这些 日本的友人 或者包括你自己 已经因为这样的物价的调整 而感觉到一点痛苦呢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只是刘若英所演唱的 《所有相爱的人》啊 《恨年青导演的木材》 囡室的歌手 恨夜清清恨过 该忘的差不多 振脱了 振脱了 那个角色 被谁唱错的歌 歌词却还记得 爱错的 爱错了 就算了 所有相爱的人啊 心花怒放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年少轻狂 所有孤单的人啊 请用力悲伤 坚强在这世界上 最大的谎 甜蜜的小声 被复制了许多 我听到的 听出的 全是苦涩 遗憾流成的河 把幸福变清澈 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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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最脆弱 所有相爱的人啊 心花怒放 还有什么可以阻挡 年少轻狂 所有孤单的人啊 请用力悲伤 有谁流的泪能比你 理智其妆 所有相爱的人啊 名字发展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连线的呢 是人在日本的文化观察家 同时呢也是畅销书作家张维忠 维忠来跟我们聊一聊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啊 他在遭到枪杀之后呢 目前日本的这些政坛啊 或者社会上面的一些反应 或者影响又是什么 讲到这里呢就来聊一聊最后一个一段 我们来谈一谈日本的物价 因为全世界的物价真的都 实在是有点令人烦恼 那么日本呢 日本本来东西就比较贵了 我觉得啦 那经过这段时间之后呢 目前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对 其实因为日本啊 它是一个高度仰赖国外进口原料的国家 不管是能源也好 或者是吃的东西 其实很多人在日本生活 他都不知道 包括日本人 他都不知道他可能吃的 一些日本传统的东西啊 很多的 使用到食材配料啊 其实是跟国外进口东西有关的啊 比方说可能这个甜不辣的这个粉啊 或者是这个soba的什么 什么里头要用到的素材的啊 其实很多可能都是从仰赖国外的啊 那他们也喜欢吃这个炸的东西啊 所以可能要很多这个面包粉 小麦粉 这些可能都从国外进来的 所以这些东西 它其实会随着这个原物料上涨啊 嗯 在台在这个日本 其实它的进口的价格也会变高 所以物价也会上涨 再加上刚老师先前说的啊 这个日币的贬值 对不对 那日币贬值对于国外的人来说 当然很棒 因为就可以换到更多的日币了啊 对 那其实以前啊 日本的政策 为什么日币会一直贬 其实是以前的政府认为就是说 日币贬值会对日本自己的经济 可能会有帮助啊 因为可能就是国外人就会进来啊 但问题就是现在新冠肺炎疫情 也没有人可以进来 对 对不对 然后呢观光彩这件事情也发不了 然后呢 呃变成说是这个做一些国外贸易的厂商啊 大厂商可能就是 在这个币值的汇率的问题上面 他们可能要购买国外的东西 有更大压力 所以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物价 确实只有上涨 比方说好了啊 呃 这个苹果电脑系列 iPhone系列 对 从7月1号开始 一口气 不吭不响的 每一样产品都涨了一万多日币 哇 一万多日币耶 那就是三千多 是不是 没有没有现在对你们来说 非常便宜 大概一万只有两千三台币 哦 两千三左右吧 哦 OK OK 但是对日本人说他还是一万啊 对对对对 对啊 如果我的薪水 如果我的薪水只有二十万 他还是一样占了一万啊 对啊 你不好意思吗 所以其实对日本人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 但对于外国人来说 可能就是没差别 嗯 嗯 所以其实像像这种国外 要仰赖国外的一些产品啊 那就是会有很大的涨幅 那所以其实像星巴克也是一样啊 都涨了一样 嗯嗯嗯 因为你涨了 反正他也不用 永远不会 永远不回头嘛 不会再跳回来 不会再跳回来啦 对 对 所以就变成一个这样的状况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像是这个车票啊 什么什么都要涨 这个我有听说 就是我有听他们在讲说 虽然说日币贬值了 你们很开心嘛 可是当你们去到日本旅行才会发现 所有的交通费都涨了 然后住宿费也涨了 就是 你觉得好像减到便宜了 可是其实没有 因为你要付出更多 然后我听到我的朋友说 长得又怎么样 长得我也要去 这就是台湾哈日出 对对对 因为台湾人没有什么影响 反正换好了 对啊 真的 所以在民生的用品上面 确实就是很明显的 有看到涨价的状况 对 然后它还导致另外一个东西的消失 就是百元商店的消失 啊 真的 比方说我家地铁站出口 有一间百元商店 它就倒了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一百元 是不是 对 那它一百元它卖到天荒地老 才可以付出房租啊 对啊 真的耶 所以就是变成说 嗯 很多就是 真的是民生的 可能是你不是住在这边的人 不太会感觉得到 那住在这边的人 就是有一些就是很 基本的一些生活开销 会涨价 包括超市的一些食材 什么都会涨价 对 但是薪水没涨 所以就是 但是薪水真的完全没有涨 薪水当然不可能涨啊 嗯 嗯 好的 那最近你的观察在日本方面 社会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呢 最近吗 嗯 嗯 也不能说是注意啦 就是最近我比较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 嗯 我有在我脸书上面写就是我去新大酒宝的时候 就发现就是说 嗯 我以前第一次来的时候 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就住在新大酒宝 带着我妈 它是一个靠近新宿的地方对不对 对对对 老师也去过 它其实现在是一个韩国街嘛 韩国村 对对对 可是其实在我第一次来日本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它是没有韩国餐厅的 哦 这样的吗 它比较聚集多的是中国人 跟一些早期来日本的一些台湾人 对对对 台湾人跟中国人就华人就对了 对 所以二十年前其实是 不是韩国人聚集的地方 那我以前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 我们工作室的兰姐 介绍我住的一个旅馆啊 那是台湾的 老妈妈经营的 会讲台语跟国语 我以前刚来的时候完全不会讲日文 嗯 所以就是去到一个可以讲中文的地方 带着我妈跟小外甥女去 嗯 然后前几天 我自从住过了之后 我这二十年都没有再经过那个旅馆 我前几天去新大酒宝办事情的时候 再经过它就发现说 哇 居然它还在 但是它已经没有营业了 哦 就那种建筑还在 但是已经没有在营业了 对 对 然后再往下走就发现 它有一间 东京马祖庙 嗯 马祖庙吗 对 然后才发现说 原来在新大酒宝 居然有一间从台湾来的马祖庙 叫做东京马祖庙 哇 然后这个马祖庙整个的外型 就跟台湾的庙一模一样 嗯 所以就立刻站在这个庙的前面 就有一秒回到台湾的感觉 哈哈 你有进去看里面的那个 马祖像吗 有啊有啊有啊 有进去逛啊 它是真的从台湾迁徙过去的吗 我也不确定啦 嗯 那看起来很像就是了 马祖 哈哈 不就是长的都是 马祖的样子吗 哈哈 就是女神的样子啊 马祖 当然都是长的女神的样子啊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说 现在这个 我们对于新大酒宝的印象 就是韩国村 对 但实际上在以前其实它是 比较多是华人聚集的地方 嗯 然后呢这20年来 它不知道怎么样 突然间被演变成一个 韩国人聚集的地方 但原来居然在韩国人聚集的地方 这些餐厅啊 咖啡馆啊 还有这个日本语学校等等 中间还是有这些零星的 就是属于华人的台湾 华人的势力 对不对 的据点存在的 包括这个很不可思议的东晶 马祖庙 然后才发现原来很多的这个日本人 因为在这两三年新冠肺炎疫情 没办法去台湾玩 就会把这个东晶马祖庙 列入他们的 伪出国行程当中 哎哟 它竟然有这个功效 比方说去吃台湾料理的时候 可能是接近新大酒保 就会顺便去一下这个东晶马祖庙 跟宗教拜拜也没有什么关系 纯粹只是感染 感受一下这个台湾的气氛 对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其实应该要成立的是那个 霞海城隍庙 霞海城隍庙 对啊 霞海城隍庙不是很赞吗 不然你去开一个好了 他业务太多了 你去开一个霞海城隍庙 庙是用开的吗 我先真有成功才能够 开霞海城隍庙才有说服力 不行 因为那个霞海城隍庙 他在台湾的业务太忙 大家都要去求他 他都已经这个忙不过来了 没办法开分店就对了 对 他还要来日本 照顾日本人的这个姻缘忙不过来 可是我觉得如果去那边开 我是很认真 如果去那边开一个那个 城隍庙的话 霞海城隍庙的话 我觉得一定是香火鼎盛 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日本人 去那边拜拜 拜因缘 对啊 你不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你说很道理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日本二十岁的年轻人 有七八成都是没有交往过的对象 哇 二十岁啊 对 上次了一个调查 七八成啊 对 母胎单身 很高耶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约会 所以我们如果开一个霞海城隍庙 我们还可以在里面上一个如何约会 如何成功第一次 你可以在里面开爱情讲座 我来帮你当翻译 约会的穿着 好啦今天非常谢谢维中 谢谢你来跟我们聊一聊 谢谢老师 目前日本的一些状况啊 然后也可以让很多很爱日本 但是回不去的朋友们 可以一解相思之苦 我们期待下个月再继续聊天咯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我们要听的是居婉婷所演唱的 《阳光下的我们》 感谢你搭乘两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所有开玩笑的话都不要当真哦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你别太在乎 你别太在乎 好 好